这个母亲真是奇葩 居然带红色的花给女儿上粉 中国灵媒说她犯了大忌 女人还不以为然 甚至觉得有些滑稽 女巫感受到中国的文化没有受到尊重 反手吹灭蜡烛终止通灵 这位女巫叫老李 来自上海 是13年以来第一个通过全球选拔 出现在俄罗斯通灵之战的中国人 她可以召唤灵魂 身上还附着一只狐狸 正在调查一起诡异的坠楼案件 俄罗斯最性感的泰拳冠军 一年前意外去世了 警方通报自杀 但亲人们觉得女孩的死亡另有蹊跷 因为监控显示 她在坠楼当天非常开心 完全不像是自杀的状态 来自中国的强大女巫 会给出他们想要的答案吗 经过节目组调解 女巫同意继续调查 弄清真相 她的手在蜡烛上方不断感应 突然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快步走进一栋房子 正是女孩自杀的地点 等待电梯时 女巫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幻影 她大出女孩很多 却跟女孩是恋人关系 也住在这栋楼 而且今天没有到场 女巫说完直接走进电梯 按下了13层 像是被某种力量带领着 来到女孩坠楼的阳台 更惊悚的是 她将大半身子探到隔壁 说那个男人就住在这里 原来 这个大中女孩30岁的男友 是个专门玩弄感情的已婚渣男 她还成立了一个邪教 传授别人技巧 这栋房子就是他们俱乐部开会的地方 单纯的女孩把这种PUA当成了爱情 被迷得神魂颠倒 甚至为了给她制造惊喜 在最久的情况下 顺着阳台爬了过去 却不慎跌落 意外死亡 这句话一出女孩的母亲流下了眼泪 显然女巫给出的答案 跟她的猜测对应上了 直到最后女孩还在不停询问 她深爱的男人 今天为什么没有到场 跟男人早在她出事后 举家逃离了莫斯科 回答她的注定是冰冷的答案 第二桩求助 来自一个闹鬼的屋主 吃饭时 汤盆会突然打翻 走路时 钟表会突然砸落 打理花园时 铁门会突然合上 差点砸断女儿的脚 之后的情况更加糟糕 他们根本无法入睡 每天晚上 吊灯都会不停坐下 楼梯也总是直直压压 像是有人在不停的上楼 下楼 墙壁里会传来 只甲装脑的声音 睡梦中 会听到恶毒的咒骂 而压垮这家人的 最后一根稻草 是他们的天然气管道 被弄破了 这间屋子里的鬼 想要他们的命 女巫接到委托 来到房子 可刚一见门 脸色就沉了下来 他说这栋房子太危险了 仅仅是脚下这间屋子 他就看到了三只阿飘 而这三个人都是狠角色 其中的女人 是位和他一样的女巫 之前就住在这里 而那两个男性 是父子关系 爸爸酗酒死亡 儿子上吊自杀 听起来很正常 却是这个女巫 暗地里一手策划的 所以他们每天晚上 会发出争吵 甚至大打出手 老李说完 房子的女主人沉默了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脱口而出一个名字 拉姨 这两个死去的男人 应该就是他的丈夫和儿子 节目组顺着线索 在第二天上午找到拉姨 他说那时候 自己的丈夫跟女巫一起工作 可女巫却给他丈夫和儿子 下了诅咒 仅仅三天 人就死了 弄清楚一切后 节目组询问女主人 是否需要帮助 但他却拒绝了 可能是害怕遭到报复 又或许有其他的想法 于是老李留下了几张符咒 叮嘱他 贴身放好 虽然无法驱除鞋碎 但能保证他们不尽人身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第二十季通灵之战 第四集和第八集的测验 老李还拿到了全场最佳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个乐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